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工作程序也蛮多 层次感也很多复杂的方面 所以它的价位会比较高 在疫情铺天盖地袭来的此时 民众宁愿选择在家吃 也使得冷冻年菜订单大增 真空冷冻再装箱 赶过年前出货 交到消费者手上 被民众视为围炉必备的 是神级年菜佛跳墙 13种食材入锅 慢火精炖 熬出热腾腾 鲜甜烫地 先炸 先卤 鲍鱼那些也都要先煮的 就是前处理我们就需要花到三天了 佛跳墙食材讲究 鲍鱼 土鸡肉 猪脚筋 鸟蛋等入菜 烹煮复杂度却高达五颗心 先煮再炸 接着卤 从制作到完工耗时三到四天 尽力约三成左右 那当环境不好 你价位定太高 其实大家接受度也不会很高 年菜其实算一算 再加上一些人力什么 其实我觉得是差不多 可以节省那个时间 可以跟家人相处 那个CP值我觉得蛮高的 年菜赚多赚少 随着食材不同而有所变动 一桌年菜中 代工厂评估的每道菜 利润其实都不同 工法复杂的 有零像特殊酱料的 或者讲求特殊技术的 即便食材成本低 仍旧可把定价定得高一点 拉高获利 三零区无辜与曹盛章南投台中 中文报道